这个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伟大的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自崇文 出生在美丽的湘西小镇凤凰 成名于文化之都北京 他的生活也和这两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对沈先生有个称号是乡土文学之父 即是说他的故乡 另一个称呼是金派代表作家 那必然是和北京有关了 小时候的沈从文 天资聪颖 习校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挑战的无聊的地方 相较于习校来说 那里的世界才真的充满吸引力 这美丽的湘西世界啊 鸟语花香 泉水叮咚 完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小沈从文于是学会了陶课 冒着被老爸暴躁的风险 也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里穿行 当然吸引沈从文的不只是美丽的风景 更是自由的感觉 可以说小时候陶课的经历 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 对美和自由的追求 后来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 沈从文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 在这里他幸运地结识了一些金派作家 所谓金派作家是和海派作家相对 当时在上海的作家 写文章讲究政治性和商业性 文章要不批判社会 要不就描绘夜上海的纸醉金迷 而金派则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一篇好的文章 只要文字优美描绘了人性美 就是好文章了 所以当沈从文结识金派以后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美丽的湘西世界不就是美的代名词吗 从这开始 沈从文潜心于文学创作 用他那质朴无华的语言 把湘西描绘得如痴如醉 在描绘湘西世界的过程中 沈从文也获得了第二个称号 乡土文学之父 所谓乡土文学 就是描绘一个抑郁的乡村社会 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最早写乡土文学的 其实是大文豪鲁迅 不过鲁迅先生勾勒的那个乌鹏船 和携横酒店构成的江南水乡 并没有那么美 生活在其中的人 也都非常麻木牛昧 鲁迅从中反思中国发展的命运 和鲁迅恰恰相反 沈从文可不认为自己的家乡如此不堪 在他的笔下 湘西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 美的化身 这里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这种对家乡的散美 可被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时代 所以他才有了乡土文学之父的成果